音剧与声音都是有卡自己负责设计 不会的还要去学 对于这种体量的项目 目前的团队规模显然还是不够的 包括目前拿出来的实际demo 其实也只是做到了他们心目中合格线的标准 还有非常多需要打磨的地方 如果保持现有的人员编制 即使再做两三年 也不能保证完成预期的规模 按理说他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扩大团队规模 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开发者加入 增加一两条内容生产管线 加快开发速度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就要将游戏发布出来广而告知呢 这也是因为游戏科学比起那些大企业 知名度的差距实在不小 即便是在招聘启示中告诉同业者 自己在做一个高品质的单机游戏 大家也摸不准他们具体在做什么样的东西 又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清晰的规划 开发组非常希望这次放出的实际演示告诉大家 这是真的 我们确实做到了这个程度 然后吸引更多热爱ARP界 具有用户同理性的专业人才加入 一起完成这个需要耐心与合格